欢迎收看挑战新闻 北农总经理吴云宁 拿业务推广费 买菜 买酒 送给特定的机关 特定的单位 到底有没有罪 这个案子呢 今天北检传唤吴云宁 当然我们看到 哇 北检好热闹 大家都来了 专家说吴云宁很红的原因 就是因为如此 因为吴云宁这阵子以来 一直都是媒体的焦点 但是它也变成了 政治斗争的工具 重点是 吴云宁牵扯到了 台北市市场选举 还有高雄市市场选举 当然如此红咯 另外这个也很红 它是艺人彭佳慧 下个礼拜 彭佳慧要角逐金曲奖 最佳的女演唱人 但今天来看到 周刊拍到说 他跟小他16岁的鲜肉新欢 说是一个精壮男 已经恋爱了 专家周刊还说 彭佳慧根本还没有离婚 请问 这个负面消息 有没有可能影响到 彭佳慧的演义录 有没有可能很多商业 因此推掉呢 再来看到 也是很红 王炳忠 王炳忠确定收了中国的钱 然后吸收退伍的军官 勤搜资料 这次依照违反国安法被起诉 众姓被告 侯姓被告 灵姓被告等人 均提起公诉 周刊序共谍案针结 北检对外说明一切 新党发言人王炳忠等人 如今都被认定通牒 满座款项跟F对话记录 就是检方提出 王炳忠跟对岸部门 往来和交易证据 检方指出 周刊序以学生名义 来台收集情资之后 跟新党青年军 王炳忠 林明镇 还有侯汉亭 组成新火秘密小组 加网站吸引青年 由中国官方资助 周永续担任窗口 将三个人的状况 向国台办 党政局等公部门 回报发展状况 收到资金 由地下换汇业者 协助换成台币 也没有收受 所谓什么大陆党政军机构的 资金支持 来从事什么谍报组织 或者破坏国安的组织 那么他们要怎么去说 他们要怎么样去编误实 一切大家法庭见 今晚检方指证利利 但王炳忠从卷入事件 到被起诉 依然坚称自己 没出卖国家 过资料显示 新火销组已跟不少 现役军人接触 不免让人担心 点影床床 好 这个案子呢 其实有非常多的争议 第一个 他到底如何拿对方的钱 然后他又怎么样 把它撒出去 去收买相关的情报呢 第二个 拿这个钱都under table 是不是其实包括洗钱法 他也出问题 这次北检 还有最高检察署 办王炳忠的供谍案 其实非常非常的特殊 因为我们过去 因为像我长期跑军事 还有这个检调这一边 凡事只要是遇到供谍案 如果说已经侦办起诉的 我们拿到的都是 很简单的一纸新闻稿 然后即使相约检察官 他要说明案情的时候 也是简单的带过 不管大案小案 样样都同样的待遇 但是这一次王炳忠的案子 不一样 不但大动作开记者会 而且把所有的证物 通通摊在记者眼前 说什么整桌都是钱 对 都让你们检视 然后我觉得这个动作 大概就有一个用意 就是说因为王炳忠 他从那时候从被搜索 一直到现在被起诉 他始终都在外面 不断地放话 不断开记者会 反过检方 检方这次就要正式打你的脸 当然我们就讲到这个案子 为什么那么特殊 那当然就要从我们讲的 讲的当初最 就是去年被抓到的那个 周洪旭 大陆来台读书的学生 周洪旭讲起 那这个周洪旭 其实就整个王炳忠 他们这个团队的 在台湾的一个头头 我们就姑且 称他为一个小组长 那其实情报工作 都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 一对一单线联络 可是这个案子很奇怪 周洪旭他不是所谓 用一对一的单线联络 他反而是用一对四的方式 来做一个团体的组织发展 是个team 对 那这个team的成员 当然就包括 我们讲王炳忠 还有林明镇 侯汉廷 还有王炳忠的爸爸 这一共四个人 是他们这所谓的 这个新火计划的 在台组织成员 我们讲四大决策核心 那他们怎么发展的呢 那其实当初周洪旭 从2012年从台湾来读书 先读了淡江大学 短期读一阵子之后 好 那又回到大陆去 然后之后再来台湾 又读这个政大 读政大气管研究所 好了 毕业之后 他又来台湾发展 就一个所谓的用 那个永民贸易公司的名 在台湾设立据点 那其实在他还正式 还没有发展在台组织之前 他已经先跟这个王炳忠搭上线 在2014年的时候 就已经先搭上线 所以他其实 已经从王炳忠这条线 发展出去 好 那他从王炳忠这边 发展出去之后 他就带着王炳忠到大陆去 见这个所谓的 国台办政党局的干部 一位这个造姓干部 然后还有包括 那个上海市对外联络处的 一位官员 那王炳忠他一直坚称 我都没有怎么样 我都没有怎样 但是检方也不是省油的灯 调查局更厉害 那他们为什么当初 会发现这条线呢 那也就是说 其实从去年的时候 这个周鸿旭 他吸收了一个外交部的 一个小官 那他不断地游说他说 你可以替我们组织发展工作 那我们愿意提供同等的报酬 也就是每一季 一万美金的代价 那你只要去交付一些 包括我们一些外交资料 怎么样就可以了 好 但是这个年轻官员 不为所动 所以马上举报他 所以他们其实才接触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没有成功 对 没有成功 周鸿旭就被这个调查局抓起来了 好 那结果呢 检方开始在分析他周鸿旭所有的电脑硬碟 手机通联记录 然后所有的相关资料之后 才发觉在他的电脑里面经过复原 因为已经被删除掉了 复原电池记录 发觉里面竟然有一个所谓的清火计划 那这个计划主持人 竟然就是王炳忠 其实那时候检方他们是很紧张 因为他 因为王炳忠跟林明镇 侯安廷 他们都是新党的重要干部 尤其是青年军的成员 所以他们才拒此 发展出另外一条线 那周旭红为什么被判那么轻呢 那也就是因为他 他的工作失败了 所以我们就讲 这个刑法上未遂罪 那未遂罪的话 所以他就被判得比较轻 一年两个月 那可是王炳忠这条线 是由他起头的 他带了王炳忠到大陆去 见了这些官员之后 然后开始 由王炳忠这边 做一个小组长 然后慢慢的发展出一个组织 那他们最重要就 以这个王炳忠为首 我们就看从这图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 王炳忠他是负责 所有的资金控管 还有建立一个所谓的 辽元新闻网 他收钱 对 收钱 那怎么收 我们等一下解释 第二个林明正 他成立一个新中华 而你学会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他这个学会 是在干嘛的 他就是以吸收 现役跟退役的军人 为重要目标 所以林明正 他在各地 举办了很多所谓 用战略研讨会 军事学术交流 研讨会的名义 他就到处去办活动 然后去邀请现役军人 来当讲师 然后学校教官 来当讲师 那还有一些退役的军人 也来 就是你对军事 这个交流有兴趣的 你都可以来听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就去留下 对方的联络方式 跟资料 那侯汉廷呢 他当初 虽然也是抱着热忱 来参加这个组织 但是他一直有一个计划 就是说 好 我可以拿 我拿中国大陆的钱 但是我 其实我还是想要 用我擅长的 这个所谓的媒体角色 那我来去 去传播 大家我们的统一思想 什么什么 他就希望 以他这种方式去走 所以他曾经一度 跟这个王炳中 后面这个有点 这个理念不同 理念不同 但没有翻脸 只是说 大家想要各走各的路 那王炳中就觉得 他有一点怪怪的 所以他还去向大陆的 这个长官 报备说 这个侯汉廷有异心 对 有异心 有可能会出走 但是长官也有跟他讲说 他其实 侯汉廷已经跟我们讲过 对 他只是想要走 他另外一条路线 并没有所谓要出走的意图 那他们三个人的组织 基本成员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讲到 钱哪里来 王炳中后面他为什么 他怎么样去拿到这个钱 都是他每次 亲自去 中国大陆这边 跟我们讲上海市的联络处 对外联络处的 那个造姓官员 还有我们的党政局的 还有国台办党政局的官员 一次一次 以一万美金 到十万美金的代价 他亲自把这些钱 一笔一笔的 带入 领现金 对 领现金 然后夹带回台湾 那夹带回台湾之后呢 再透过我们现在 我们讲的黑市 黑市 然后去换成现金 那前后一共带了 大概二十万美金回台 那二十万美金 他怎么运用呢 其中三百三十万 就是买了他现在 一个房屋的头期款 买房子 对 那这个头期 那这个房子 也被检方搜出来 就是大陆国台办党政局 要求他说 好 我们提供这个钱给你 你就先买这个房子 作为据点 其实还蛮优厚的 办公室 对 作为据点发展办公室 所以他就拿了三百三十万 去付这个钱 但是其中呢 我觉得这个王炳中的老爸 叫王进步 他这个做法相当的退步 因为为什么 他暗干了两万元美金 对 因为他后面说 因为钱都要他老爸保管 他说这个钱不见了 那我也不知道用到哪里去了 反正就是不见了 爸爸花掉了 对 反正就花掉了 讲明白了就是花掉了 所以其实他老爸 在这个整个案子里面 就扮演一个保管钱 然后洗钱的一个药角 好了 那为什么还有 检方还掌握到更多 这所谓的王炳中 跟对岸直接涉案的证据呢 因为我们知道 王炳中的老爸 他是开公庙的 他是信奉王爷 王爷 对 王爷 那我刚刚前面不是提到吗 王炳中虽然接受 大陆这边的指挥 可是他也很好玩 他这个对王爷 信得非常非常深 所以大陆官员 对他交办的事项 他不见得全然相信 对 那怎么办 他要得到王爷的许可 王爷说可以才做 我只是可以 他才会做 当然其实我觉得 这个只是他一个 信仰上的东西 所以他写了很多的 这个问神的事项 譬如说 那个造姓官员认为 我这个组织不够严密 我们可以怎么去发展 可以去哪一些做法 请问王爷答不答应 第二个 我们这样子在台湾 他讲说 这个大陆的大家叫唐山政府 他说唐山政府 对我们在台湾发展 说所谓的统一思想 这个方向正不正确 他也要问 还有刚刚讲到的 侯汉庭 想要自己独立 去做这个媒体人的角色 然后去传播 我们的统一思想 行不行 所以他凡事问王爷 都写得清清楚 翁牙都肯吗 当然翁牙肯不肯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个人认为 翁牙是觉得不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拿别人的钱 因为他问翁牙这些证据 都历历在目 都成为呈堂共证 而且都没有丢掉 然后也没有销毁 所以可见翁牙 冥冥当中 是到帮忙的检方一把 翁牙没有帮 没有帮他 因为他证据全部在 反而变成翁牙的 变成检方的证据 所以他反而逃不过 那这个王敏忠 后面就是跟林明镇 他们当然就 最重要就是讲 林明镇是个要角 他要发展军方组织 那他们怎么发展呢 除了刚刚我们讲的 大中华儿女协会以外 那这个王敏忠 就透过这个 这个辽元新闻网 还有这个林明镇 在这个脸书上 设置所谓的粉丝团 还有部落格 好 那粉丝团的话 如果他们 这个大陆这边工作指示 也指示得很清楚 你要怎么去领取 这个奖金呢 他怎么去吸收呢 好 有几个方式 第一个 你加入粉丝团 对 然后有定期按赞 定期按赞的 你可以得到三千块 真的 我们任何人去按赞 加入都可以领钱 对啊 其实我那时候 也是王敏忠的脸书朋友 但是可能就因此没有常常按赞 那约翠他没有给你钱 所以三千块都没领到 了不起了 真的 了不起了 所以说定期按赞三千块 如果说你们双方有在留言上互动 留言上互动的话 五千块 那真好谈 就是说我有提出问题来 你有答复 我有提出问题来 你有答复 五千块 有互动了解思想 对 互动了解思想 就五千块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更进一步了 如果有约出来吃饭 不管你有聊什么话题 只要是约出来一次 就是一万块 那所有的餐费可以报销 怎么这么好 结果王炳中当然就 他不但这个报销残废 最好笑的是 其实后面检方一查出来 哎呀他还有去 他乱报销 包括去洗三温暖的钱 他也把他报 去这个五星级饭店 酒店吃饭的钱 他也把他报销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 王炳中自己也吃掉了 对 好 加上如果你约出来见面之后 如果你更进一步的 有聊到我们的这个组织思想 不错 重点 的话一次就五万块 一次五万块 那所以说他们就利用这个网路 前前后后大概一共吸收了九名 现役跟退役的军官 那其实我们会比较忧心的就是 当然现役的军官已经跟他有接触了 那军邦也开始在查 好 那这九名现役军官的背景 他们像他们这次检方就用A1 A2的这个代号 那林明正发展出来的叫B1 B2的一个代号 他们背景其实蛮恐怖的 包括现役的陆军司令部的上校 还有我们这个退役的上位飞行员 还有现任的油弹补给库 油库的库长一位上位 还有我们退役的一位梁山特勤队的上市 再加上还有其他的各单位的陆海空军都有 那其实检方也发现 像包括这位所谓退役的梁山特勤队的一个高空牌上市 他把很多特勤队的现役的军官的资料 也都给了王炳中 然后让王炳中拿回去大陆领前回报 那这个就很恐怖 就是说确实他们在军中是有发展组织的 也确实他们有得到了一些 这个他们基本资讯 因为他们每一次的接触 然后都要制作成所谓的谈话报告 然后这个谈话报告里面就要讲说 我们这次跟他聊到 进度到哪里 对 进度到哪里 你在这个军中的工作如何 你现在生活状况如何 那你对于这个所谓的 譬如说你愿不愿意为国军效命 这个中心思想 有没有得到一个回复 要有进度才能够领钱 对 所以说他们就透过这一次接触 这些接触来慢慢的一次一次的领钱 这些钱都还不包括在之前先前 援助的这所谓20万美金在内 对 都不在 那所以说王秉中就透过这样的方式 每次来回大陆去领这些钱 那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先其目标 因为这个上海市对外联络处的官员 跟国台办这个党政局的官员 都还有讲到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你们要多吸收 对这个有志青年 也就是说对我们思想终于有志青年 你要鼓励他去投考军校 这表示说他们要从基层军官 开始去发展 那这些东西 他们发展出来军方的东西 虽然军方也经过彻查 这些人只是跟王秉中接触 还不到涉案的目的 但是这些人我相信很快就会被 在军中被太除掉 因为毕竟都有问题 都有问题 那所以说他们今天发展到 这一个地步 表示说他们跟周恒旭案子的区别 就在于周恒旭已经未遂 未遂被逮 那但是王秉中林明正 侯汉廷跟他的爸爸王进步 他们四个人 他们的组织其实已经发展到 有一个这个一个迹象 而且定期接受大陆这边的馈赠 的这个现金回报 所以他们的犯罪事实 其实非常非常的明显 那我刚刚当然我也有讲到说 情报东西都是所谓的走单线 那他们的手法为什么那么拙劣呢 然后会留下那么多那么多的证据 拙劣 对 真的 没经验吧 以情报手法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拙劣 因为我们讲所有的情报吸收 就是我吸收的文谣 还有吸收国安 我们彼此不会知道 我们的上限是谁 当然不行 对 我绝对都不会知道是谁 然后也可能就是说 我还会要寻求断电 我还会找别人去跟各个不同的 每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接触而已 你不可能说同时 做整颗的 所以他们这一次积极的去发展 一下找了这样八九十个人 然后大家都知道我的头是汪秉中 然后大家都知道我的头是侯岸亭 还有林明正 那基本上就是已经蛮训币了 训币的一个手法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就是很积极的 去推展这个东西 所以说今天他们所有留下的资料 包括从电脑你看还原的电池记录 每一次他们去跟国台办官员 会面的记录下的指示 工作要项 还有包括的中程考核表 还有入党申请书 这证据今天北检全部都摊在那边 你们来看对 王秉中都说他没有收钱 钱在这边 王秉中说他没有这个发展计划 计划书在这边 一项一项大家检视 所以就是从头到尾都在打王秉中的脸 所以今天检方办这个案子 我觉得警告的意味已经超乎异常 所以超乎异常就是以前我们都慢慢的办 但这一次我们办了证据收集齐全 我就是一巴掌可以打趴在地上 甚至警告后面的人 你们也不要再轻举妄动 因为我相信这个案子还有发展 对 还有很多很多的发展 小支的会出现 对 小支的会慢慢出现 只是还没有一次一网打尽 因为还要慢慢的去监控处理 所以这一次王秉中供庭案 应该就是说我们向来警方侦办 供庭案上面非常非常一个特殊的案例 大连女子恋上的金状男 彭家慧真的婚外情 有没有可能影响演义之路 大家好 大家晚安 那么这一次的方面所带来的降雨 的确是不小 在比较低洼的地区 也的确有可能会有淹水的状况 但是淹水的范围有多大 以目前的科技来讲的话 没有办法这么早就预估出来说 这个累计降雨量到底会有多多 就连台风的这个系统进来 也是前24小时前48小时 才来做预估雨量的多寡 所以就目前的资料来显示的话 雨量的确不小 但是会不会大范围的淹水 也还不一定 大家不用太过于恐慌 先来看一看地面图的状况 那封面今天的位置 大概还是在南边 所以今天还没有完全的影响 到我们台湾 封面北台上来的时间 比较晚一点 原本是预计说 今天下午应该南部这边 就会有受到影响了 也有一些云层 进来到南部这边的 但是还没有说很明显的影响 到了明天晚上的时候 很明显就可以看得到 原本在南边的这个封面系统 往北的方向抬上来 那封面抬上来之后 紧接着我们看到 封面南边这边有线条 比较密的地方 线条越密 这个等压线越密 代表风越大 封面抬上来了 这个比较强的西南风 跟着也上来 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 就造成明天在南台湾 包括南部台东这边 雨势会下得比较大 有这一种大雨豪雨的状况 至于会不会有大豪雨 或者是超大豪雨的等级 这个当然还要在观察的 卫星云土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今天主要云层发展的位置 都是比较南边 就是目前封面 还有比较强的西南风 所在的地方 明天封面抬上来了 当然了 整个环境场在台湾 跟在南边就是不一样 整个封面抬上来了 还不至于说 把这整大片的云层 就完全的这样挪到我们台湾 但是这里面 还是会有一些对流云产生 一旦对流云来了以后 就会造成瞬间的强降雨 排水设施往往 就是用石雨量来做设计的 短时间之内出现强降雨 排水设施的鲜血不掉的话 就有可能会有淹水的状况产生 所以提醒大家 还是要做好准备 随时注意最新的气象资讯 北农总经理吴英宁现身台北地检署 看起来神态自若 被控滥用公费图利 应讯前他大方回答媒体提问 强调自己绝无复法 我们就是配合北检的调查 我相信很快就能够还原事实 所有的作业流程 完全都符合公司的规范 今年2月 吴英宁用北农业务推广费 收购9.2顿蔬果残货 本意是体恤农民年后修饰损失 但争议点在于 其中7顿他送往家乡社福团体 同时还遭指控 买60瓶价值3000到5000养酒 赠送民进党台北市党部 疑似私乡收受 两岸被列他自案侦办 而经过3小时约谈 吴英宁走出北检信心满满 北农案争议延烧 北检除了约谈吴英宁 还要在14日 竭力约谈前总经理韩国瑜 针对疑似哄抨菜价的菜虫案 高价收购水果的礼盒案 一季端午节 中秋节发放共8000万奖金 给北农员工和自己 是否涉及背信 占公家便宜等案 一一厘清 代表国民党出征高雄市选战的韩国瑜 大喊政治迫害 前任现任总经理 先后因案列为被告 同时互为证人 在同一周受到检方传讯 媒体大政仗伺候 一时间北农成为年底选战的政治角力场 北农总经理吴英宁 真的是最近媒体的焦点 媒体的宠儿 问题是你有发现 有的人挺他 有的人骂他 到底他是党人财路 还是其实他也很可怜 已经变成政治斗剩下的工具之一 没错 我们这几天打开政论节目 每天都是吴英宁 很久了 那他今天再上新闻 是因为他遭人检举 就是有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他送残菜 回到他的家乡 彰化西州的家乡 那因为他的表哥 就是彰化西州的这个乡长 所以有被人家质疑说 他是不是徒利 徒利自己的表哥 为了年底的选举 这件事情 过条下就对了 对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用22万的这个业务推广费 就是去补助 又是家乡的这个老人会 老人会的摩采的活动 也是也是徒利的 补助买摩采香品 对 那第三个就是说 这个国民党的议员 就说他就是 有用业务推广费 买了60瓶的洋酒 送给民进党 对 中央党 党部 对 台北市党部 那所以就这件事情 就招人检举 那所以他今天就是 北检以他治案 然后传唤他到场 那韩国瑜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他除了是 这个前北农总经理之外 他在这个北农总经理的任内 被人家检举说 当时2016年的10月 当时菜价飙涨 那所以大家就说 是有菜虫作祟 那那个民进党的 这个立委段一康就说 其实最大的菜虫 就是台北农产运销公司 就是讲他 为什么这样讲 对 因为他就说 这个北农就是最大的菜虫 那这里面就是有人 所以才会让菜价飙涨 那所以这件事情 菜虫案2016年到现在 到现在还没有结案 所以这两天呢 这个因为吴英宁跟韩国瑜 刚好都是前后任的 北农总经理 双方彼此熟悉的业务流程 所以等于说 这个韩国瑜菜虫案 那吴英宁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三个案子 所以他们两个呢 既为互为被告 又可以互为证人 对 因为这个可以互为证人 今天吴英宁上 明天韩国瑜要去了 对 那他们两个 为什么错开一天 就有一个说法是说 因为北检担心压力太大 两个明星人会一起来 会碰动 对 所以干脆把他们两个错开 但是这两个案子确实是 就是说两个都可以 互为被告跟证人 那我们刚刚讲说 这几天的新闻 通通都是吴英宁 那吴英宁到底是不是 政治的这个小白兔呢 如柯文哲所说 我们先来看一下 吴英宁他的一个过往 他的背景 对 他的背景 先跟大家讲一下 那大家知道说 他爸爸就是非常有名的诗人吴盛 我们小时候都读过 他的一个诗集 像他这个中科四旗灌溉水案 他就是联合了 这当时的农民去反对 反对跟中科去抢水 那这个最经典的照片 是当时有这个 肺炉渣的这个厂商 要把这个肺炉渣回填到了这个农地里面 所以当时他就是一个人 支撑着就挡在了这个怪手的前面 所以这几张都是他参加农运 非常经典的一些事情 农村阵线的人都是很猛的 对 就是愤青的 对 所以就是他的这个 很会抗议的 对 就非常的执着这个理念 那这张照片就比较特别 就是林淑芬 林淑芬我们知道就是民进党的立委 是他 以前就讲这样子 这是他的这个闺蜜 他们是高中时期的闺蜜 你知道他们闺蜜到什么程度吗 林淑芬就说 因为吴云宁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 他就是甚至都不买衣服 那所以林淑芬甚至把他买的那种 那个衣服很漂亮 他就是穿可能穿那个那种 穿了几遍 然后就还给吴云宁穿 所以他们两人还可以互穿衣服 少女时代 你知道就是他们就是真的超级的一个 闺蜜好朋友 好 那我们再讲述这个 整个吴云宁成长的过程 就是等于说他从文青变成了农青 然后变奋青 然后后来现在一变的变成北农的总经理 那当然了 就是说他这几个月这么红 然后基础上就是有一些争议在 就从包括这个修饰 这果菜农场运输的这个修饰事件 然后神隐少女 然后那个年薪250万 被批为这个什么高 有人说他升官升太快 高薪实习生 靠爸爸的关系就当总经理 对对对 然后包括什么鱼赤宴 然后就是包括什么送养酒 有一些争议事件 说这个柯文哲 就是在评价吴云宁的时候 就说他相信他的一些人格 相信他觉得他人格绝对没问题 但是他觉得他认为他是一个政治小白兔 来到台北这么杀戮的一个政治战场 绝对会被宰 勿响丛林 是 那这几次呢 我们看到他在议会的表现 确实有一些备受争议的事件 所以之前就传出来 包括了这个民进党的新潮流大佬 栗景祥 还有段怡康 以及我们刚刚看到他的这个闺蜜 林淑芬 就是去找了他 就在跟他探讨说 那你这个如果说是这么政治的肃杀 你这样子是不是能够抵挡这样政治的压力 那甚至还有一度的传出说 有一些民进党的人士给总统献策 就说那是不是他要有下台的一些传言 对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传言 可是呢 就是在前几天 这个记得是应该是六月五号的时候 这个蔡英文总统跟这个秘书长陈菊 就接见了 包括了这个北农的这个常务董事 有个邱靖福 邱靖福的这个董事 他就站出来帮吴一宁讲话 挺他就对了 对 他说他讲了一个例子 他说呢 当时呢 不是这个休市 年假的时候休市三天吗 造成整个菜价 菜价这个坡洞 菜都消不出去嘛 烂掉嘛 后来休市回来 你知道吗 休市回来的第一天 你知道整个这个蔬菜的到货量 是3000公顿 3000公顿 他说 他说平常的这个 平常的这个到货量 容若量大概只有600公顿 可是你看到一天到3000公顿 就吴一宁竟然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就把这个蔬菜呢 跟水果消化完毕 处理得很好 对 处理得非常好 而且价格完全没有崩跌 所以他说以他这样子的表现 当然要力挺他 而且说他说这几天呢 未来这个五大的这个蔬果工会呢 都会来力挺吴英宁 他认为说他是北农目前为止 这个表现最好的一个 而且经销讯都最好 对 所以他就觉得说应该要挺他 那蔡总统呢 就是据了解说 蔡总统跟秘书长 听到这番话之后呢 蔡总统就指示了这个陈菊秘书长 就打电话给吴英宁 表达力挺之意 而且同时呢 这个陈菊也打电话了给这个民进党团 市议会的总招李庆锋 也认为说民进党应该是全党的来挺他 所以就是说并对他曲折传言 就是说是并没有这样的消息了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那现在这个既然蔡英文总统 已经下令了 就民进党全部都要挺他 就民进党现在做的第一件事呢 就是把他拿来跟这个 前后任的总经理 来做这个业绩的一个比较 因为韩国是国民党的 对 所以现在当然要做两个人对比比一比嘛 这样才显示说 到底是吴英宁做的好还是不好 你要有前后任的一个比较跟绩效 那我们最后再来看 那为什么整件事情呢 会这个吴英宁 这个整个政治事件这么红 其实他们就是外界的说说 现在打韩国瑜 韩国瑜要选什么 高雄市市长 对 韩国瑜要选高雄市长 等于说你打韩国瑜 也可以间接帮到陈其迈 因为等于说 现在两个人的这个战火 是如火如荼 就一起打 对 那如果说现在打这个吴英宁的话 那对于这个台北市长选战 当然也会有牵动的影响 打柯文哲吗 因为就柯文哲的这个说法 就是说只要吴英宁在任的一天 他就可以说 吴英宁你们就是蓝绿恶斗下的一个牺牲者 就可以坐收白色力量 这个中间选民的 坐收渔翁之力的一个利基点 所以吴英宁的一举一动 现在都牵动到了台北市长选战 以及韩国瑜的高雄市长选战 彭家会真的还有婚姻 但是却跟金壮男在一起 今天我看到消息 说什么有很多厂商 已经付钱了给彭家会 说起他要演出商演 没有想要现在传出这个负面消息 不知道怎么办 继续办活动下去 有没有可能因此彭家会 真的也无法搅逐 下个礼拜的金曲奖 也许会输 也许就断送自己的歌唱录 这个感情事件 本来就很难讲 你看吴英宁被检举 彭家会也被检举 检举什么呢 就是他竟然有婚外情的嫌疑 这婚外情的男主角是谁呢 就是一个三十岁的一个男生 叫吴英杰 我们看一下照片 真的是很帅 就是那种阳光的这种猛男 也难怪 我们女生看来都会 就觉得这个男生真的很帅 所以男生三十岁 才三十岁 那彭家会几岁呢 四十六岁 所以他们之间呢 他十六岁 那这个 因为这个吴英杰 他的英文名字叫Kem 那他在做什么呢 他呢 在一个泰国的连锁餐厅里面呢 当经理 那跟彭家会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从去年开始 因为去年呢 彭家会在事业各方面都很得意 认识一票圈外的朋友 这些圈外的朋友呢 大概就是差不多四五十岁左右 跟彭家会年纪差不多 然后呢 各个事业有成这样 常常一起出来吃饭 然后呢 这个Kem呢 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里面可想而知 一定是最年轻的 可是呢 很妙 刚开始呢 彭家会跟这个Kem 两个各自在个人的 个人网站上 发案我们聚餐的照片的时候 起先呢 那个Kem呢 是坐很遥远的地方 很远的地方 一个头一个尾 慢慢慢慢地 离核心越来越近 离 不相太近 后来 怎么每次吃饭的时候 他都在彭家会旁边 然后两个好的不得了 那这也就算了 问题是呢 这个到后来呢 就开始两个呢 竟然还被狗仔拍到说 两个在街头激吻 哇热烈这样 勇吻这样 还是怎么回事呢 所以呢 这个网友开始奇迹 就开始哇 这个开始搜索 然后就讲说呢 其实他们之间 就已经越来越好 你看啊 那照片里面 吃饭都坐在一起 两个这样 还这样子 姿势都一样 你看穿的都很像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 这个望年之交 可以好到这样呢 但是呢 妙的是 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 彭家会他自己 豪宅里面 这个为小孩子庆生 他那一票 圈外的朋友 通通都来了 但是 Kan没有来 因为老公在嘛 所以Kan没有来 那也许人家有事了 对不对 好不管 Kan没来 更妙的是 到去年年底 十二月底的时候 彭家会音乐出了一张专辑 我想念我自己 卖得很好 他办了庆功宴 圈外人通通都到了 然后Kan也到了 王批人 他现任老公 老王竟然没来 怎么回事 怎么有Kan 就没有老王 也有老王 就没有Kan 这难道是 王不见王吗 还是怎么样呢 然后呢 到五月份的时候 就被狗仔拍到 这个彭家会呢 跟Kan在街头积吻 然后呢 到今年的六月六号的时候 前一阵的时候 彭家会 对终于发生了 他呢 在他个人的网站上面讲说 对 他承认 他离婚了 至于呢 被拍到激吻的这个照片 他讲说 啊就没什么 就是离了婚以后嘛 那我跟这个好朋友 感情慢慢发酵嘛 那这都是很自然的情况之下发生的 对 没错 我们知道 哦好 那之前问你是不是婚变 你也不承认啊 但是呢 这个彭家会很妙的讲说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 你们是真离婚还假离婚 为什么这个事件讲之后呢 你马上就 五月份被拍到 六月份就出来灭火 难道是因为你为了要 下个月在大陆发行的演唱 就公开的演唱会 受到影响 或者是金曲奖的这个提名 你怕会有影响生变吗 那不管怎么说 彭家会呢 在他的离婚声明里面 只有单方面的说法 那他很妙 他讲说 这意思大概是讲说 他呢 跟老王呢 王毕人是在非常冷静的情况之下 谈好的 因为之前彭家会在接受 记者访问的时候 就有讲说 他跟老王两个 就是他觉得说 好像在各过各的生活 因为老王呢 第一点 就很低调的人 第二点呢 好像没什么生活情绪 对彭家会的演艺圈呢 也没什么太大的兴趣 然后呢 这个好像都各过各的 除了爱听他唱歌 什么都没了 但是人家老王是每天 在你在大陆去演出 在各个商演的时候 人家老王是每天带着小孩 接送小孩上下课的 就是你不在家这段时间 是老王在带小孩的 所以呢 彭家会就赶快讲说 他放弃了所有的工作 今年呢 在过年期间 他放弃了工作 好好跟家人团聚 跟老王谈好之后 决定要离婚 但是 但是 我觉得这是非常 让大家起人疑斗的一点 就是 我们虽然离婚了 可是 我们还住在一起 但是我们没有 睡同一个房间 你们不是离了婚 怎么还住在一起 然后还睡在不同房间 彭家会讲说 那是因为 我们之间呢 已经升华 升华到 已经不是夫妻 而是家人了 所以呢 我们决定离婚 那各自过各自的生活 好好好 那不管怎么说了 你怎么说就怎么试了 那你说是家人就家人 他说我跟老王之间呢 是坦诚的 好像呢 我们不做对不起 对方的事 你还话得你讲这么白 一声就说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是离了婚之后 才开始展开新的 感情的 他的说明是这样 他说明是这样 但是大家会觉得说 感恩呢 为什么你不事先讲 当初记者在问你的时候 你是不是婚姻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讲 反正现在才来 在这个时候 赶快出来灭火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老王 那当然我们刚才看了 阿Kem 真的是帅哥 年轻人30岁 对一个46岁的手女来讲话 真的是 很有吸引力 对 那但是呢 对老王来讲 你知道老王当初 追彭家会的时候 真的很辛苦 因为彭家会 在跟老王交往的时候 那时候彭家会 人生最谷底的时候 那时候 他一个唱片公司改组 他有一段时间 沉疾 没有工作 然后最穷的时候 身上只剩下七块钱 然后那时候 在夜店 啪比利云唱歌的时候 老王去听歌 爱上了他的歌声 开始追他 那你看 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之下 王培仁还是要追彭家会 第一次求婚 彭家会嫌他呢 太胖了 老王说 没事我可以减肥 第二次求婚的时候 彭家会讲说 你的头发太小 王培仁讲说 没事我可以擦身拔水 还被打枪 到第三次才同意 结婚了之后 彭家会只讲了一句话 他讲说 王培仁真的是 我真的是前辈子烧了好香 才会嫁给老王 但是老王一定是上辈子 没有烧好香 所以才娶到了我 哎呀 我会讲话 心里人家在你人生最谷底的时候 老王跟你结婚 生了小孩 共组家庭 对不对 然后你参加了我是歌手之后 开始重新你的演艺事业 第二春的时候呢 却没有办法 在你越来越好的时候 你看你在大路忙的时候 你在走穴的时候 你在演唱的时候 老王是在家里面上班之后 还帮你带小孩 当然彭家会很感谢 他也在访问的时候 再三讲说 我很感谢老王 只是你这个感谢 这个夫妻之情 到后来 还是因为彭家会觉得说 我终于找到我这 他不是讲说 我想念我自己 就是我找到我自己 所以他的决定呢 跟老王呢 翻手离婚 当然啦 是不是老王 真的是在他还没有 离婚的状态之下 是看了报道才知道说 彭家会在外面 有这么多的好朋友 总而言之 这一对夫妻 大家经常讲说 他们只能共苦 不能同甘 真的是令人惋惜 这样的婚外情 会影响到底歌手的 演艺之路吗 对 很多人讲说 彭家会这次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当然虽然 他没有正式承认说 他是什么婚外情 或者是什么 只讲说 他跟老王离婚了 但是呢 对喜欢他的歌迷来讲 因为还好 因为他不是偶像歌星 他是歌艺取胜 只是说你这样子 会不会带给大家 歌迷心中不良的影响 或是在这次的金曲奖 颁奖典礼的 评审心目中 留下了一笔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 有待观察 但是不能否认 对彭家会来讲 是他的事业里面 这一点小小的一个缺点 明天世主塞要开梯了 那么主办国是俄罗斯 这是主办国说 来个不一样的 他们要找当地一只 大宗雄来当开球贵宾 宗雄会开球 你知道吗 战斗民族九四狂 这次不是跟大家说这个骗人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据说 俄罗斯世俗赛的开幕秀 要找来一只真的熊 在训练了吗 你知道吗 看到这个画面 你知道他整个出来的时候 大家还以为说 真的熊吗 不是人扮的吧 根本就是公读生吧 对不对 你看他在旁边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国家 在开幕的时候 怎么会找一只猛兽来 对不对 就你看 这只熊坐下来 好可爱 根本没有在怕 你没有看到 战斗民族 是真的熊 对啊 你看 台湾这边 这个好像在跟人家 这个 say hello 这种感觉 有没有 这个动作很多 他是真的宗雄 因为呢 一开始大家出来的时候 还真的以为说 你是不是 找人来办的 但是不是 怎么看都很厉害 来 这个时候是 其实大家觉得说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画面出来 因为在预演 所有的开幕式都要预演 对 你看彩排 对不对 好 现在告诉你说 熊熊你坐下来 来 我们来告诉你说 我们四徒赛要开始了 来跟这个球好好当朋友 站起来了 有没有 站起来了 真的 把球拿在手上了 有没有 他要丢了 对 我觉得我最佩服的是 旁边那两个 有没有 万一熊突然抓公 把你吃掉怎么办 把他威宝吧 但是很简单 钟雄训练有素 所以他很成功的完成了 这个开幕式 当天呢 大家会看到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 好像也有人很期待 战斗民族 开球就是跟别的国家不一样 但是谈到四足赛来 我就会想到一个事情 大家还记不记得 四足赛来之后 因为各地都会开赌盘 大家都很夯 每个人都有支持的球队 比如说我就说 我支持西班牙 对不对 很多人支持意大利 但意大利就是没有踢 会外赛就被淘汰 好 那很多人都看好哪一队 看好哪一队 但是2010年的时候 如果你印象还很深刻的话 当时有一个神准的预测专家 叫做章鱼哥保罗 有没有 这张照片 文耀是我拍的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他生前五天的时候 我大概是全世界最后一个采访过他的记者 你有跟他聊天吗 没有 我拍摄他 对 你现在看到就是在德国 Oberhausen那个水族观里面 他全中 对 你知道他就是会爬在这个上面 给你say hello感觉 尤其是在他2008年 预测欧冠赛的时候 哇一气爆红 大家突然觉得 对章鱼哥保罗的预测能力呢 有一个特别的感觉 之后 哇 开始陆陆续续 很多人就跑来这边来看他 对 你可以看到 他的水族箱里面 对不对 预测就是两个箱子 来 把这个贝壳摆到哪个箱子里面 他就预测这个队伍会赢 好 2010年他创下什么记录呢 史上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只动物或一个人 可以预测的这么神准 为什么呢 八场从小组赛一只到决赛 通通都命中 然后呢 他的命中几率只有256分之一 厉害 对 真的很厉害 所以你说是运气吗 也是运气 你说哇 是不是实力谁知道呢 说不定上帝呢 真的派他来告诉大家 谁会赢 对不对 好 他最厉害是怎么样 大家其实 那个时候我记得在 2010年南非四组赛的时候 12345 前面五四都命中了 好看你决赛了 对不对 德国对西班牙 然后呢 当时大家德国人都说 来保罗 你在哪一国 你是我们德国的 对不对 应该要预测我们德国赢吧 不是 他当场是预测西班牙会赢 准决赛的时候 预测西班牙会赢 德国人整个如上考比 怎么办 对不对 后来果然西班牙赢了 结果呢 德国人就很生气说 我要把它烤来吃 这个不可以活下来 西班牙说 没关系德国人不要 你把它移到我们西班牙来 对 然后后来西班牙在 2010年的南非四组赛 还真的拿下了冠军 又被预测中 所以呢 这种连巴中呢 让章鱼哥保罗一夕升天 对不对 大家都觉得 哇好准 据说当时还传出一个消息 高盛公司要出价 12.4亿欧元 买这只章鱼 对 之后要继续预测 对 但是其实呢 水族馆那个时候有拒绝 为什么呢 因为老实说 章鱼哥保罗年纪也大 章鱼一般的寿命 大概就两岁 他那时候已经两岁多了 已经能两年而已 因为我去水族馆采访的时候 当那个水族馆跟我讲说 他基本上已经是 那个章鱼的人瑞子 对 因为他只活了两年九个月 那我去的时候呢 就是当我拍摄完 他的画面之后 对 然后访问完管方之后呢 过五天 他就不幸升天了 那当时呢 这个我也是 这个实际的跟这个保罗 有照过相 好 那大家都会讲说 那保罗呢 这个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了 再也不会有第二只保罗了 但是会不会有其他的动物 跟他一样准 我告诉你 俄罗斯人也很厉害 他现在告诉你说 我们东宫正在训练一只猫 这只猫叫做神猫 阿基里斯 他也会预测是不是 对 没有 他现在预测准不准 大家还不知道 因为明天才开梯 对不对 但是现在就告诉你说 好 你现在看到他手上 这边有一颗球 这颗球摆到左边 摆到右边 他就预测谁准 你爬到哪个房子上面 好像就是说谁会中 那至于神猫阿基里斯 他为什么厉害你知道吗 因为俄罗斯人告诉你说 我告诉你他很专心 因为他的耳朵听不见 耳朵听不见 什么事情都可以很专心 搞不好那个感应能力特别强 所以这次呢 堂堂的就接了这个 氏足赛动物预测官 然后呢 到时候到底准不准呢 其实我们也拭目以待 说不定第一场就不准 就会掉漆 他没有办法再复制 保罗的神机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呢你可以知道说 很多动物我们都会预测 但是呢 泰国告诉你说 我们今天不再做动物预测 不预测啊干嘛 我们直接在氏足赛期间 我们也来踢一场氏足赛 大象的氏足赛 大象会踢足球 泰国其实有一种运动叫相球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相球的延伸 它让每一个大象 穿上每一个国家 不同的这个 代表这个国家国旗 你可以看到 哇这样直接出来 到底谁会赢 对不对 为什么举办这个东西呢 看起来很壮观 对不对 很壮观 那他们自称说 这个是大象的氏足赛 原因呢 是因为泰国人 其实赌风很盛行 因为泰国赌博 罚款实在太低了 我今天如果去 这个预测氏足赛 我下注或干嘛的话 我被抓到 我顶多罚900块台币 好少哦 对啊 那当然拼命赌啊 对不对 据说现在呢 已经这个下注的数字 已经到了550亿泰出 很恐怖 对不对 到底谁会赢 大家都疯狂 所以说呢 其实这个有一点点 这个意味在内 就是告诉大家说 不要去赌 看这个大象的事物 大家也觉得很开心 这样就够了 真的是高手在人间 来看到这个单车车手 跳狗链就是不会倒 环宇搜旗无奇不有 花式单车手 韦布莫尔日前 接受了一项极限挑战 可以看到 他先从一架 正在上空盘旋的直升机 跳下雪山 着地以后 开始拉高速度 一路向前狂飙 并且做一连串的 高难度跳跃 不仅在两个屋顶之间 做跳跃 还飞越山坡 腾空跳过滑雪客 甚至一要而起 直接勾住缆车 高高挂在空中 过程中也写下 雪地单次跳跃距离 43公尺的惊人成绩 成功打破记录 惊险刺激的画面 也出现在南韩的高速公路上 一辆货车行驶中突然冒白烟 没多久就出现失控的状况 货车偏离车道 还甩尾右翻 左边两个轮胎 更直接悬空离地 车身呈现倾斜50度的危险画面 索性司机也不是省油的灯 用右边两轮保持平衡继续开 最后靠着分隔道 将车子成功拉正 才没有造成危险事故 这段画面也让网友大呼 真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挑战新闻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